为了照顾新北市内的低收入户 以及独居老人等弱势族群社会局 在各区区公所都成立了食物银行 为的就是要集合各界的爱心 不管是慈善团体 公庙还是民间企业 所捐献的物资都会纳入各区的食物银行 给急需使用的民众一个援助的功能 而淡水的清水盐祖师庙捐了许多的物资 还有百米要给淡水区公所的食物银行 有一些先行台帝 他先行行行来赞助我们祖师庙的葡萄品 但是他都没有贴族 就是说这位博官来祖师庙这边 来关注需要的人 让他没有贴族 祖师庙这边就拜托我们丹水区公所 请固定这边给我们赌三天 我记得来说 我们祖师庙这边也不知道 哪里有需要 不然比较坦白的 还是说有需要的人 祖师庙表示 这一次因为在农历中原普渡 有一千多位的信众 这些赞卜品 大家也都同意乐捐出来 包括了七百箱的物资 以及六百斤的白米都交由区公所来发送 为的就是要发扬祖师爷既是救人的精神 那真的感谢 那有这样的一个爱心 包括七百盒的我们的贡品 还有六百斤的白米 我们公所会把它纳入食物银行 这个食物银行的食是实在的食 就是实在的东西 当然民众如果要捐金钱 也会放在食物银行里面 这个食物银行 我们会尽快的把它 这个爱心分送给淡水需要的民众 的弱势民众 让他感受到 我们清水盐 清水祖师 还有我们清水园团队的爱心 这一次庙方捐助了百米六百台金 以及七百箱的物资 区公所表示 食物银行内有许多社会各界所捐献的爱心 而目前主要都是来自庙宇的捐助 而对于祖师庙的散举 公所也表示感谢 也希望各界能够多多的借由公部门的平台 来帮助需要的人 闭着许多音 淡水猜方报道